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嘉嘉 現在下天就到了 不少美女出外之前都要做足功夫 正所謂一白傘三醜 如果黑了的話就沒有那麼美女 所以出外的時候就會單傘戴帽 甚至乎是塗上防曬霜 而去到一些多蚊蟲的地方 還會噴蚊帕水 但是最近在網上就有一位女生 她就塗完這個防曬霜之後 去到一些多蚊的地方 就同時塗了一些蚊帕水 誰知道就發生了意外 暈了過去 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我們馬上去看看 下天一到 不少貪美的女士外出 都會很注重防曬 太陽傘、太陽鏡隨著可見 為了更好感防月子外線 不少人都會塗上防曬霜 而為了防蚊蟲都會噴上驅蚊水 但最近在網上流傳的一則新聞 令到不少貪美的女士放膝蚊 報道上說 如果女子用防曬霜或驅蚊液 重覆塗抹的話 會導致中毒昏迷 隨後我們還搜索了相關的新聞視頻 這位中毒的 是一名台灣的女士 出門前擦個防曬 東突西末 多點防護 抵擋超毒的紫外線 又怕蚊蟲叮咬防曬露擦完後 再噴灑防蚊液 但沒想到雙重保護 卻變成加倍傷害 一張張照片令人看了 觸目驚心 紅疹布滿在手臂上 這連大腿也出現發炎現象 但過敏就算了 排浪王小姐整個人昏厥 防曬霜和驅蚊 也是夏天經常用到的東西 但從來都沒聽說過 這兩樣東西一起用 會發生這麼嚴重的後果 各位街坊 你又聽過沒有? 那現在不是有時候出外活動嗎? 你會用那個防曬繩 驅蚊液一起用嗎? 不會 怎麼一起 好像現在單一產品都不行 文字太厲害了 沒有是嗎? 這兩種很少吧 給小孩用的會多一點 聽說這樣子會 好像有點問題 那你有聽說 會驅蚊液和防曬廠一起用的話 怎麼會發生一個 掛這個反應 這個問題 沒聽到 應該是要間隔多小時之後 他才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吧 那不知道 不知道 有個信用我的愛人 他能知道這個事情 但是我從來不用這些產品 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可以的吧 那到底這個防曬箱和驅蚊液一起用 會不會令人發生重量的現象 我們還是通過實驗來證明 你好 那在夏日嚴嚴的今天 外媒的女士出街 肯定會查一下這個防曬箱 再帶一把太陽傘 那如果是逛逛逛街 又被蚊咬的話 肯定會再噴一下蚊帕水 那如果是蚊帕水 再加上防曬箱一起用 會不會導致人分絕過去呢 那今天我們就一起來做一個實驗 那現在在我身後 就請了兩位美女志願者 你好 請問你先上馬 跟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 大聲招呼吧 我…我叫林一妍 小林 好的 那這位美女志願者呢 我叫紅媽媽 小紅 那好吧 那待會就等小林和小紅 跟我們一起來做一下這個實驗 看看他們查完防曬箱 再加上蚊帕水之後 會有什麼反應 我們兩位美女志願者 先在皮膚上塗上了防曬箱 等兩分鐘 防曬箱完全吸收之後 再在同樣的位置噴上蚊帕水 而我們的調查員 嘉嘉獅在手臂上的皮膚 塗上了蚊帕 等兩分鐘之後再塗上防曬魚 為了他們的安全 只要他們有一絲的不拖 我們會馬上停止實驗 半小時過去啦 三個人似乎沒有什麼不妥 好吧 那我剛才就是先塗這個燜泡水再塗防曬霜了 那我就坐在這裡半個小時 不過呢都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我們現在再去看看那兩位美女志願者 看看他們會不會有些什麼反應了 小玲小虹你們剛剛是先擦這個防曬霜 然後再噴的燜泡水對不對 那現在你們有沒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呢 我沒什麼感覺跟平時塗完防曬霜是一樣的 那有沒有說有紅啊或者是起點點啊過敏啊什麼的發熱啊什麼的情況有嗎 沒有耶沒有沒有感覺不舒服 就跟對跟平時差防曬霜一樣的 那從這個實驗來看呢 無論是我還是兩位美女志願者都沒有任何的不良反應 那是不是就是那個這樣的報道不實呢 還是我們這個實驗不夠嚴謹 那到底是出現了什麼情況才會這樣呢 經過剛剛調查員和兩位志願者的真身體驗 並沒有發生不舒服的反應 是不是因為塗滿的面積太小呢 我們決定將實驗升級 為了安全起見 我們來到廣州大學法學實驗室 用小白鼠來做實驗 既然說這個驅蚊液加上防曬霜一起用 不會導致人分絕過去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就將這個實驗再次升級 看看這個驅蚊液加上防曬霜一起用 會不會產生一些有害物質 接下來我們就做一個小白鼠的實驗 還有我們要請出叔同學和我們一起進行實驗 請叔同學 你好 我想問一下這個實驗我們要怎樣進行 這個實驗我們首先就是把白鼠分為四組 然後放進不同箱裏面 每個箱是放兩隻白鼠的分為 沒有任何操作 加防曬霜和區蚊液和區蚊液 我們現在立刻來進行實驗 看看待會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我們將小白鼠分成四組 第一組不做任何的操作 第二組只是查了一些防曬霜 而第三組同時查上了防曬霜和區蚊液 第四組只是查區蚊液 第六組會 第七組勝 順利 第八組會 第四組 第八組可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防晒箱再加上驱蚊液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 所以导致它们会这样呢 我们一起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防晒箱里面含有的二本甲铜 可以跟奇梦液里面的病门案起反应 但是这种反应能不能引起它的分导 那么这是还是要值得研究的 值得研究的 因为毕竟通过皮肤吸收的是很少很少量 而且你才不是全身查 是局部查 尽量就是说两种不要合用 而且就是说你要用的时候 好像你防晒箱 我先小部分小范围查一查一下 看有没有过分 查了四分钟以后都没什么感觉了 那你再来大门自己的查 包括奇梦液也是一样 专家认为单独由防晒雨和驱蚊剂 引起严重过蚊反应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极有可能同时使用造成更加严重的过蚊反应 而对过蚊体质的人来说 两种产品最好就不要同时用了 另外在单独使用防晒箱或者驱蚊液的同时也要注意 使用防晒箱之前应该在手腕内側皮肤里面涂抹 几分钟之后如果出现红种痕氧即为过蚊反应 另外防晒箱的量不同 过蚊的程度亦不同 不要以为用某种防晒箱没有出现过蚊就可以掉以轻心 即便是同一款防晒箱 使用量大也可能会出现过蚊反应 同时防晒箱的防晒系数越高 所含的防晒成分就越多 越容易造成皮肤过蚊 而使用驱蚊液一般是小量的同会在裸露 在衣服外的手臂或者脚裸位 而令蚊的臭角受到干扰 没有办法闻到人的汗液或者敷出气体当中含有非法物质的气味 而孕妇以及有皮烟或者皮肤破损的人 就不可以使用驱蚊液 照样看来蚊帕水再加上防晒箱一起用 两者真的会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 但专家都告诉我们不需要太担心 好像市民当中出现的那种云了过去 又或者皮肤过蚊的现状只不过是过例 但是对于电视机前面的比如说皮肤是有过蚊特质的 而且比较严重的那种 就千万不要两者加上一起用 如果不是很容易会产生意外的 通过调查我们知道驱蚊液和防晒箱一起用 确实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 一些过蚊性体质的人如果使用之后会导致皮肤过蚊 甚至导致中毒昏迷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虽然不会出现类似的危险事件 但也都会有些不良的影响 所以尽量就不要一起用了 而为了防晒我们除了食蛋白遮擦防晒箱 现在商家还推出了一种防晒服 价格还挺便宜的颜色又鲜艳 那这些防晒服是否可以防晒的呢 对于普通衣服来说是否真的可以防晒的呢 就是不会热又比较透气一点又比较肤 可以防晒的 直接通过调查我们知道驱蚊液和防晒箱一起用 确实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 一些过敏性体质的人如果使用之后会导致皮肤过敏 甚至导致中毒昏迷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虽然不会出现类似的危险事件 但也都会有些不良的影响 所以尽量就不要一起用了 而为了防晒我们除了食蛋白遮擦防晒箱 现在商家还推出了一种防晒服 价格还挺便宜的颜色又鲜艳 那这些防晒服是否可以防晒的呢 防晒是有很多方法的 比如说擦防晒箱 担傘 戴帽 现在炎炎夏日了 有很多商家就会趁着这个时机 摄高枕头想一想有什么新搞作的 比如说推出了这个防晒衫 到底这个防晒衫有没有防晒的功效呢 接下来一起去调查一下 炎炎夏日火辣辣的太阳 就是令到不少贪美的女士梦而生威 为了避免太热对皮肤的卓霜 各位女士都有自己的应对之道 一般情况要擦防晒霜 就是撑闪跟加涂防晒霜 就打闪 擦防晒霜 就是擦防晒霜 然后还有那个用的那个防晒霜 会用一些防晒霜 然后皮肤霜这样盖一下 还有遮瑕霜 炎我的话我一般都是 那么就是用遮 用闪 我一般都不用那些什么服服产品 看来各位美女都有自己的防晒方法 但是不方便的太阳遮 油粒粒的防晒油 已经令到不少贪美的女士竟然远之 近年来一种价值十几元的防晒服 受到爱美女士的清冷 据称穿上这件防晒服 就可以有效地遮挡紫外线 不过最近就有街坊爆料 这种防晒服并没有他们宣传得这么神奇感 前几天我和一帮朋友打算 买单车出户外玩 然后他们就说有一种防晒衣 防止鼻子外线曬伤 后来我们就穿着防晒衣出去玩 那种防晒衣的质地 其实都没有什么不同 就好像那些雨衣那样 但是我们玩完一天之后 在户外玩完一天 那晚回来我和我朋友都发现 皮肤红肿了 好像过敏似的 什么?穿了防晒服之后过敏? 究竟这种爱美女性热衣的防晒服 是不是真的会对皮肤起到防晒作用的呢? 调查员在淘宝书入防晒衣 就弹出五万多个搜索结果 各种五颜绿色款式中多的防晒衣 真的看到人眼都花买 价格又高低不一 最便宜才是十几元 调查员以买家的身份 和几家的店主取得联系 问他们什么变得防晒衣 防晒效果是怎样? 他们都说效果很好 但问到防晒衣的标准 他们就表示不清楚了 而最后问到防晒衣 和普通衣服有什么不同的时候 其中一个店主就被我们问到口咬咬 而另一位店主就说 普通的衣服一样可以起到防晒作用 各位街坊 你们有觉得防晒衣 有没有防晒的作用吗? 应该会有吧 防紫外线可能会有这种 应该有功能吧 不然它怎么会在防晒服呢? 是完全能保护防晒化那样的 还是没有那种效果 应该有吧 要不然也不会出用防晒衣 对不对? 从随机调查来看 大部分街坊都认为 防晒衣是有一定的防晒效果 不过这个作用到底是多大 它们都表示质疑 究竟防晒衣只是商家所玩的桌头 只是真的有防晒的效果 我们去到某商场 看看销售人员是怎样说的 本来有这几件都卖完 就是像很薄很薄的 就像那种 有点像雨衣 对啊 这真的有防晒效果吗? 这肯定有啦 就薄薄一层丝不错的那种 这种塞不黑吗? 那种透明的 会比这个就密一点那种感觉 它那些是密材料 都做不出品的 那种很薄很薄的 看来好像 那种对于普通衣服来说 是否真的可以防晒吗? 对啊 就是不会热 又比较透气一点 又比较薄 可以防晒的 这真的有防晒效果吗? 这肯定有啦 要薄薄一层丝 连商场卖防晒衣的销售人员 都一口咬定有防晒效果 但是就说不出 它们是什么材质制作的 更加说不清楚 防晒衣的标准 那这些五花霸门的防晒服 防晒效果究竟是怎样的? 日前相关专业的化学系教授 张智成对市面上流行的 几种防晒衣进行了一次检验 张教授首先选择了 市面上最常见的纯棉 倒帮防晒面料 丝绸和醉脂纤维合成的尼丝房 天蚕衣 利用紫外分光光度计进行测试 以310纳米紫外线的透光率为例 上述材料指标分别是5.3%、9%、8.3%、12.4%、19% 在280和400纳米之间 多个波长的紫外线透过率 情况亦都大致相同 而实验人员就将的确量材质的布料进行检测 结果其紫外线透过率仅为1.9% 比防晒衣要低得多 看来所谓的防晒服的防晒效果 竟然还不如一件普通的衣服 根据我觉的防晒品防止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 只有当产品的UPF大于30 而且UVA透过率始于5% 才可以成为紫外线的产品 那么爆料人所说的 穿着防晒衣以后 出现皮肤过敏的现象 又是为什么呢 照顾外活动的人 希望能够携带的这个用品 有新的一些同学们 达到防风防雨防晒的效果 这种材质都是化电面料 技能和技能为多 市面上这些所谓打着概念的防晒服务 价格选拟的话 它的质量和功能肯定是无法保证的 一般首选的材料是用锯子纤维 锯子纤维的迪伦 就是迪伦 然后其次是用紧纹 紧纹就是迪伦 或者是用迪伦和紧纹的混纺纤维 要想让这种面料达到防晒的目的 其实在户外用品中间 是采用的一种叫科技面料 就是在里面加一个加入的这种 叫防晒度计或者是防晒服务 跟我们这个雨伞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的伞是阳伞和雨伞 阳伞就要起到防晒作用 雨伞就要起到防水作用 那么防晒服它跟防晒的伞 就是晴天用的伞的原理是一样的 它会在里面加防晒涂层 或者是防晒度计 能够起到阻隔此外的作用 那一般圣液上的美容延价的防晒服务 它顶多就是因为颜色比较亮丽 然后轻薄、轻盈、颜色越深 防晒的效果越好 颜色越淺、越是接近白色 它的防晒效果就越差 服装专家介绍 防晒的原理就是在布料当中 加入防晒座剂的防止外线布料 也有一些防晒布料利用了涂浅眉粉 和纤维结架 增加衣服表面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作用 防止紫外线透过精密损害人体皮肤 一般这种衣服价格是较贵 市面上卖十多元的防晒 有这衣服就打住防晒衣的旗号 实际上是普通布料製作的 一般的专业的防护服 都可以起到防止外线的功能 但是价格相对比较贵一点 适合特殊人群使用的 防晒服大家不要去购买 花几十块钱不但起不到防晒的效果 而且伟来的防晒服不一定对皮肤就好 很有可能因为材料不合格 伤害到我们的皮肤 不合格的防晒服 非但不能防晒 更可能上肤 所以专家提醒观众 我们平时买衣服 尽量就应该选购正规的品牌 其标牌上面 应该明确地标明服装的财质 防晒参数 专家还告诉我们 一般的普通衣服 也有防晒的作用 根据它的颜色甚至不同 防晒的效果也会不一样 所以穿白色衣服感觉上会比较凉爽 但是紫外线可能会透过衣服 造色到我们的皮肤上面 而穿黑色的衣服时光线基本上都能被吸收掉 而且阻隔紫外线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代价就是我们穿黑色衣服会感觉到比较热 夏日烈日当空之下 不想曬黑的美女们就要注意了 普通的衣服都有一定的防晒效果 而且无论用什么防晒的方法都好 买防晒产品的时候 都要买一些有质量保证的 如果买到这些衣服无劣质产品 不单止不防晒 还会伤着你的皮肤 而且专家提醒观众 普通布料当中就颜色而言 颜色越深 其子外线防护性就越高 例如黑色就质地来说 在法学纤维当中 的轮有于感轮 感轮又有于人做棉同事 而专家就提醒观众 夏日太阳猛烈 户外活动时间长的人 应该注意全方位防晒 防晒一个可以我们打这样闪 另外就是 每次可以涂抹这个防晒伤 防晒伤一般你看到防晒的地方有 那你像中午的样子 可能半个小净就能把皮肤塞长 所以就是造成奶茶的阳光会弱一点 中午的阳光会强一点 那你反正只要是玩自由鱼 它要暴露相的话 最好还是防晒防晒 新的调查团防晒小贴士 一 严育的夏日 不宜长时间做日光浴 野外活动要查防晒油 带上遮阳帽和墨镜 第二 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 是紫外线最强 刹伤力最大的时候 这段时间要尽量小晒阳光 第三 平时外出的时候 你的皮肤一定要注意防晒 在夏季出油的时候 最好就单把遮阳遮 或者带上遮阳帽 另外在游泳的时候要带泳帽 上外之后及时用清洗洗洗头发 四 夏季还要注意小食感光食物 例如韭菜 芹菜 茴香等等 多谢富行维生素C的疏果和建果率 晒后要补水 用些美白修复产品 第五 如果皮肤已经被晒伤 可以在夜间进行保养 选择一些具有安抚 镇定以及舒缓肌肤促进细胞再生的收获液涂茶 避免用热水清洗和再次曝晒 同时不要拗灼伤了皮肤 以免细菌感染或者留下疤痕 通过我们的调查 发现所谓的防晒衣 大多都是商家想出来的一个灼头 如果你想好好地做好防晒措施 其实单太阳遮都已经是个不错的选择 说实话 其实现在晒下太阳都挺好的 有些人还会追求小默色的肤色 好像男女老少有空出来 晒下太阳还可以保温 所以说有空晒下太阳都是不错的 好了 今期节目时间到这里都差不多了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 想了解更多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生活调查团 下期等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拜拜